全台疫情警戒已经降回二级 不过泰山区长林庆峰则表示 为了避免民众在公共环境之下接触感染的问题 对辖区内各广场以及公园等旁边的公共厕所 依旧封闭禁止民众来使用 也请大家共体时接 面对疫情造成不变 也请大家多加见谅配合 全国三级警戒降回二级 泰山地区内的公园及广场 都已经开放民众使用 但一旁的公厕却依旧拉上了黄色警示带 禁止民众使用 以避免民众在公共环境下接触感染 其开放时间将会依疫情状况 随时做滚动式检讨 在我们所谓的公厕的部分 因为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确保 能够有做相关的疫情 配合我们相关的疫情管制 所以目前我们所有的公厕 还是仍然站不开放 这个部分还是要麻烦我们所有的乡亲来多多体谅 林庆峰区长表示公厕封闭后 为避免衍生环境卫生问题 仍有人员定期巡视 并做好清洁维护 区长并呼吁 没事最好待在家中减少外出 也请市民共体时间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